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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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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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活寡 一词人们非常熟悉 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 守活寡对于一名年轻的女性来说 是何等的煎熬 年轻貌美的家带在新婚之夜 还没来得及入洞房 丈夫便应征入伍 家带客气首身 等待丈夫的归来 终于丈夫活着回来了 但却由于在战场上受了重伤 不但变成了瘸子 还彻底失去了做男人的资格 家带没有嫌弃丈夫 一直以来都在旅行做妻子的义务 细心照料着丈夫 可丈夫却由于自身的生理缺陷 内心变得极度敏感脆弱 整日疑神疑鬼 总是觉得家带背叛自己 动不动就要检查家带的下体 如此亵渎女性尊严的行为 让家带的内心无比的煎熬 除此之外 丈夫还把自身身理缺陷的羞愧和愤怒 全杀在了家带身上 动不动就用双拐殴打家带 即便是这样 家带也从未动过离开丈夫的念头 而是遵循传统 一直小心翼翼的守在丈夫身边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 家带的百依百顺 反而让丈夫觉得一定是有其他男人 满足了家带的需求 所以家带才会这么安分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丈夫甚至经常躲在自家窗外偷偷观察家带 可不但没什么发现 反而弄巧成拙 引起了一名巡逻警察的注意 警察很是好奇 一个正常人为什么总是躲在自家窗外偷看 随即警察也从窗外向屋内望去 这才发现这家女主人的美貌 精为天人 家带心灵手巧 可以纺织出带有精美图案的布匹 父亲俩靠着家带的精湛纺织技术生活 当一块布料纺织完毕 丈夫便会送去染布访 染布访有个傻子员工 每当家带所纺织的布匹送到这里 傻子便会非常的兴奋 老板打趣道 你老婆家带的美貌声名远扬 连傻子都想从这些布匹中嗅到你老婆的味道 一句玩笑话 让丈夫脸色骤变 有生理缺陷的她 纵然守着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可却什么都干不了 这种无赖焦躁和悲哀的心理 常人恐怕永远无法理解 直到半晚时分 丈夫还未归来 家带坐在纺织机前 仍旧孜孜不倦地支着布匹 上次目睹家带美貌的那名年轻警察 在巡逻的时候 又刻意走到了家带的窗前 没想到却看到了让她血液沸腾的一幕 任何身体正常的人 都无法和身体的本能做抗争 年轻的家带也不例外 结婚多年来 家带从未享受过丈夫应尽的义务 一股强大的能量 总是在身体中翻涌 这让她烦躁不安 无法静下心来 所以她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把手伸进了衣服里 片刻之后随着痛快的释放 痘大的汗术也从额头上滑落 在她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 却听见自家房门打开的声音 原来看见这一幕的年轻警察 终于按捺不住闯了进来 嘴上说道 不会把刚刚看见的告诉任何人 只希望能和家带共度凉消 说完便朝着家带扑了过去 家带本能的反抗 但随后又本能的接受 甚至是迎合接下来发生的事 两人在家带丈夫归来前结束 终于享受过人间美妙之事的家带 自内而外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丈夫前往商铺 贩卖家带所值的布匹时 连老板都忍不住的赞叹起来 家带现在容光焕发 衣着变得艳丽起来 织布的记忆也越来越精湛 甚至连布匹上的图案 都变得花样繁足 丈夫听到老板对妻子的夸奖 心里咯噔一下 妻子不同寻常的变化 再加上妻子进来 总是隔山差五的 会在白天离开家 让疑心非常重的丈夫 觉得家带一定是背叛了自己 所以她组着双拐 四处寻找家带的身影 终于在河边的芦苇丛中 看到了她最不想看到的那一幕 没错和家带优惠的人 正是那名年轻的警察 可丈夫却不敢伸张 只能无人狂怒 然后暗自回家 晚上则组着双拐 教训了一顿家带 由于身体残疾 甚至教训起家带都没有了力气 只是扬言 要到警察局告发家带 和那名年轻警察的关系 要把那名警察赶出这个小镇 让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 而且丈夫也真的这样做了 面对如此丑闻 警察局长在第二天找到了那名年轻警察 可他却倒打一耙 说自己和家带并没有关系 而是家带的丈夫在战场上受伤 有了生理缺陷 从未经过做丈夫的责任 还整日疑神疑鬼略带家带 被他发现后 家带的丈夫便恶意栽赃 他和家带有关系 年轻警察的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但家带和丈夫的事 小镇上的人都有所耳闻 警察局长相信了年轻警察的话 但也绝对不能容忍自己手下的警员 和别人的妻子有那种不堪的传闻 为了以尽效忧 警察局长还是开除了年轻警察 晚上丈夫又在殴打折磨家带 我打累了就让家带去倒一杯酒为自己解罚 家带来到厨房给丈夫倒了满满一杯酒 抬头却看见了自己的情人 也就是那名被开除的年轻警察 原来两人早就商量好要除掉家带的丈夫 家带本来不敢 但在情人的眼神交缩之下 家带还是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放进了丈夫的酒杯 在情人的眼神交缩之下 丈夫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毒发身亡之前 他突然向家带做了忏悔 哭着诉说自己的痛苦 他也想好好疼爱家带 也想努力做一名好丈夫 可战争却剥夺了他做男人的权利 话没说完 毒酒发作 可战争却剥夺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便仰头身亡 但一只手却紧紧拽住了家带的衣角 那是他最后的愤怒与不甘 单纯的家带看着死去的丈夫 他非常后悔 心中充满了罪恶感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怀着对丈夫的那份罪恶感 憧憬着新的生活 他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依靠 以后一定会幸福 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情人 靠着自己滋不得手艺赚钱 供失业的情人去东京读大学 可没想到 当他迎接情人归来时 却发现情人带回来了一名更加年轻艳丽的女友 女孩名叫清水性子 情人在介绍的时候 居然恬不知识地说家带是他的姐姐 家带悲伤不已 但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现 情人利用家带总是沉默 不会声张 不会辩解的秉性 毫无忌惮地欺负家带 这一切家带只能默默忍受 晚上的时候 情人在招募好女友睡着之后 又下楼向家带提出了一个更加无耻的要求 他要一边拥有清水性子的同时 一边再想和家带重续前缘 简单来说 这个无耻的男人想要依女视而夫 而且要求家带不能戳穿此事 家带虽然总爱沉默 但他也绝对不是代载的羔羊 面对如此跨越人类底线的要求 家带进行了激烈的反抗 然而眼前的男人则露出了更加无耻的一面 他威胁家带 如若家带不答应 便会向警察说出家带毒杀丈夫的事情 但家带却一点都不害怕 他如今算是明白了 早知道现在是这样 当初他就不应该把酒端给可怜的丈夫 而是自己喝下那杯毒酒 既然现在活得这么痛苦 不如向警察坦白 以死来向被毒杀的丈夫谢罪 情人见威胁不了家带 更何况如果事情真的暴露 自己多少也会受到牵连 于是他便张口向家带要钱 以及这间房屋 家带答应了 条件是让眼前的男人从此离开 再也不要骚扰自己 两人的对话 全被楼上的清水性子听见 还算善良的清水性子 也和眼前这个无耻的男人决裂 第二天 家带去了铁路的天桥 想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向死去的丈夫谢罪 没想到清水性子却找到了他 并且开诚布公 坦言两人都是被同一个无耻的男人给骗了 清水性子并不是学生 他一直在东京的某个风月场所做杂工 和家带一样 那个无耻的男人也以上大学的理由 把他的钱财挥霍一空 他安慰家带 说家带所遭遇的一切 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请求家带不要死 而是勇敢地活下去 面对一个陌生女孩的安慰与鼓励 家带总算放弃了走上绝路 两人一起散步 一起聊天 观看金黄的枫叶 家带沉默泪脸 清水性子则热情外向 性格上的天然互补 让两人迅速成了好朋友 在清水性子的帮助下 那个男人没能如约夺走家带的房子 但隔天家里却来了一名客人 此人不但是警局的一名探员 还是家带丈夫生前的战友 他一直以来都认为 家带丈夫的死非常蹊跷 怀疑这是家带和他的绯闻情人 共同制造的谋杀 但没有相关的证据 他也只能旁敲撤击 而且面对家带的美貌 他还是有意去关照家带 邀请家带去观赏异计舞蹈和泡温泉 就在清水性子和家带泡温泉的时候 附近竟然出现了一个男人在偷窥 清水性子老路不已 可家带却笑着说道 不用怕那人是阿宝 原来阿宝就是染布房的那名傻子员工 虽然相貌丑陋 自立低下 但老是憨厚 多年来总是一有机会 便默默出现在家带身边 任谁都知道他喜欢家带 家带也心知肚明 对于阿宝总是出现在身边 家带习以为常 不但不讨厌 还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家带笑着像清水性子解释道 阿宝不是在偷窥 而是在为我们把风 守护我们 话刚说完 阿宝便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一个人影冲了过去 原来真正想偷窥的 是一级管的老板福田 阿宝虽然不敢动手 但却不准对方再靠近温泉半步 他虽然是个傻瓜 但却拥有一股蛮力 福田挣脱不了 便用力殴打阿宝 直到穿好衣服的家带 前来阻止 目睹这一幕的清水性子 现实有些羡慕家带 因为至少有阿宝这样的人 心甘情愿为家带付出真情 随后清水性子 又戳穿了心怀鬼胎的福田 想要偷窥他们的事实 没错 一级管老板福田 垂涎家带已久 在小镇传出家带 和年轻的情人分手后 他就把家带锁定成了目标 而且也迎来了机会 清水性子没有返回东京 而是留在了小镇 老板福田已告额报酬 请求清水性子 为自己的温泉 拍摄吸引客人的写真海报 这样一来 身为好友的家带 便总是会陪同在身边 老板福田也有了接触家带的机会 为了把家带弄到手 福田下足了功夫 由于家带的仿制技术十分精湛 所以他请求家带能在自己店里 专门为客人 纺织精美的内衣 毛巾 袜子 这样一来 家带的纺织品 就会卖价更高 也能吸引客人的到来 家带不知道 福田其实是 对公之意不摘酒 于是便答应了福田 随着家带来到福田的温泉店里 撒子阿宝也经常出现在附近 并经常遭到福田的训斥 家带也总是向福田解释 阿宝并不是坏人 一名大美人出现在福田的店里 福田的原配夫人 对丈夫的秉性鸟弱执掌 而且家带在小镇的风频很差 所以福田一向不过问生意的妻子 这次却专门来到店里视察 想都不用想 这是冲着家带来的 纵然家带表现得彬彬有礼 但还是遭到了辱骂和殴打 围观了众人 没有一人敢上前拉开两人 撒子阿宝见家带被欺负 愤怒地向头公牛 从门外冲了进来 事后福田像只狗一样 匍匐在家带身边 表示一切医药费由他来出 并且还会给一笔慰问金 简单来说 就是花钱买家带的欢心 想把家带再请回去 而且福田竟然流下了眼泪 这让单纯的家带内心又软了下来 在他看来 一个有权势的男人 竟然为自己掉了眼泪 想必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吧 见家带有所动摇 福田竟然又哭着向家带大树苦水 说自己妻子的家族非常有势力 所以他的母亲为了霸解对方 逼迫他娶了现任的妻子 但妻子婚后却喜怒无常 蛮横无礼 生活非常不幸福 想以此来博取家带的同情 这一通谎言 果然让单纯的家带彻底动摇 却不知道这是福田无耻的谎言 他的妻子蛮横无礼不假 但绝没有人强迫他娶现任妻子 而是他为了更好的生活 主动讨好并娶了豪门千金 如今他有所成就 又想方设法的 想从美丽动人的家带身上捞点好处 几天之后 无耻毒辣的福田 用下毒的手段 让妻子神志不欺 然后借口精神病的缘由 将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下没了阻碍 福田便可以放心地执行 把家带弄到手的计划 与此同时 家带那名心术不振的情人 在画完从家带那里 榨取的钱柴之后 便又回到了小镇 准备接着骚扰清水性子和家带 但这被福田发现 福田知道他城市家带的情人 为了阻止他破坏自己的计划 甘愿拿出一大笔钱 让他彻底远离家带 在打发走了这个男人后 福田当晚便对家带提出了非分的要求 但家带却不肯就范 除了家带非常排斥以外 那个傻子阿宝也守在门外 福田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便打算从长计议 巧合的是 福田的妻子虽然蛮横无礼 但他在体内的毒药消散完 恢复理智之后 也明白这次丈夫盯上了其他女人 故意支走了自己 而自己的双亲早已不在 纵然家族再有权势 他也早已没了根基 没了靠山 只能任凭丈夫为所欲为 在从精神病院回家的火车上 他伤心欲绝 瞅准机会 在火车经过天桥时 从车窗跳了下去 妻子的离世 福田没有丝毫的悲伤 反而喜从心中来 这下他追求家带 其他人再也不能说三道四 并且经过死残难打 他最终如愿 家带本就单纯 而福田却经常花言巧语 竭尽所能的对他示好 让孤苦无依 一直遭受苦难和非议的他 觉得福田也许值得依靠 于是便嫁给了福田 傻子阿宝 没有因为家带嫁人 而有所改变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守护在家带身边 家带原本的年轻情人 虽然在收了钱之后 答应福田不再骚扰家带 但却一直在骚扰清水性子 清水性子便打算离开小镇 彻底摆脱这个无耻的男人 可他也跟着清水性子 跳上了火车 清水性子 人无可忍 打算从列车上 把对方推下悬崖 可在拉扯中 自己却被对方推了下去 男人坐着列车逃走 清水性子的尸体则被发现 送回了小镇 家带悲痛不已 他知道这一切一定和那个男人有关系 所以他请求丈夫福田 能够让自己去东京 找到那个男人 为自己的好朋友清水性子 讨回公道 然而家带不知道 他已沦为了福田的龙中鸟 福田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家带逃脱自己的掌控 家带见福田不允许 便带着撒子阿宝 想偷偷溜上火车前往东京 可却被福田发泄 在通打了一顿阿宝后 便把家带塞进车里带了回去 自此 福田便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家带幸如死灰 但后悔晚已 只能用沉默 来反抗福田的凌辱 这让福田非常老陆 在刑防的时候 福田以家带没有回忆 仿佛依据尸体为理由 对家带进行了言语侮辱 谩骂 还一把掐住了家带的脖子 险些让他窒息而亡 随后又是一阵肢体上的侮辱 完毕之后 福田仍旧不解气 他从没把家带当作妻子 而是工具和玩物 在自己立了之后 他又把守在外面的撒子阿宝叫了进去 他知道阿宝喜欢家带 所以他想亲眼看撒子阿宝 和家带发生关系 阿宝当然很想 但也知道这次在伤害家带 于是便拒绝了福田的要求 没想到福田却愤怒的要勒死阿宝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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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家带没有沉默 也没有再忍让 儿子拿着一把刀朝着福田冲了过去 家带仍旧不敌 并被掐住了脖子 阿宝连忙过来制服了福田 并让家带赶紧逃命 家带并没有丢下阿宝逃走 而是捡起刀 帮忙朝着福田补刀 福田死后 阿宝冒着大雪 背着家带来到温泉 小心翼翼的 为家带插似身上的血汁 家带看着一直以来 都在守护自己的阿宝 哀伤的说 阿宝你真的喜欢我吗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就听我的话 赶紧逃走吧 我只是一样不敌人 那我只是一个丁面 那我只是一个丁面 我只是坏人 我只有一个丁面 汚一点 你もう无法 小谷子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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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て ここへ来て 私を抱いて 敵に 私が好きだったら 抱いて 俺 癖から 俺 癖から 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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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清晨 阿宝背着夹带逃到了小镇郊外 昨天的命案已经被警察发泄 夹带原本不打算再狗活下去 但此刻他却无比坚定的想要活下去 因为他想用自己的余生来回馈一直默默守护他的阿宝 虽然是逃亡 但此刻却又都是两人此生最幸福的时刻 夹带的美貌让阿宝看呆 而阿宝的憨厚可爱也让夹带前所未有的愉悦 警察带着猎犬顺着两人的踪迹追了过来 但他们却一路逃亡一路稀落 尽情的享受此刻的快乐 把所有的担忧和烦恼都抛之老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雪地上 两人又看见了一道亮丽的彩虹 这让夹带冲劲起他和阿宝的未来生活 也许将来他们的生活 也可以和这道彩虹一样缤分多彩 两人一路逃亡 看到了一个火车站台 在家带眼里 这就是一所天国的车站 因为只要能在这里搭上火车 就可以带着阿宝过上如同天国般的幸福生活 但事与愿违 周庙口空空如也 显然这是一所废弃的车站 阿宝的叫声让家带回过了神 原来追捕他们的大批警力赶到了这里 这次 床务中的阿宝再也没有能够保护家带 家带被捕后 把丈夫的死因 以及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 都向警长做了坦白 唯独隐瞒了福田死亡时 阿宝在现场的死寝 那是因为他要保全阿宝 可笑的是 身为罪魁祸首的年轻警察 只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而家带却被判以绞刑 不过他却非常从容 他要为自己的过错而赎罪 家带的悲剧似乎是注定的 他生在贫苦之家 犹如一只羔羊 就算家带的丈夫没有生理缺陷 也会有阴毒之人 因为寄予家带的美貌 而想方设法霸占家带这只羔羊 从而样造出另一个悲剧 中国古人有云 红颜祸水 命薄如花 即便是在男女平等的当代社会下 也会有好色之徒 犹如苍蝇一样 因为寄予女性的美貌 不择手段而引发惨剧 更何况是在女性地位低下的那个年代 家带被丈夫失掠 生活痛苦 为了逃离痛苦 她很容易受到心怀不轨之人的蛊惑 做出毒杀丈夫这种事 年轻的警察骗取了她的情感和身体 榨干了她的钱财 随后的福田又只把她当成工具和玩物 家带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 因为无依无靠的她 太想找一个依靠 犹如溺水之人 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可无一例外 她所抓住的 都是让她加速沉入深渊的石头 一面根据正式事件改编 家带是日本在战后的首个被判死刑的女囚犯 导演有为家带犯案的嫌疑 悲剧的根源在于三个男人的欲望 谁能想到受到三个男人枪害的家带 却被判以侥刑 片尾家带犯然醒悟 唯一对自己付出真情的人 是一个人人都嫌弃的傻子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他一定会把自己交给内心纯净的阿宝 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给个赞 我是志尹君 咱们下期见